好 主播觀眾 今天是花蓮強震過後的第九天 那我們要持續帶您來更新最新的搜救進度 目前掌握一共還有三個人失聯 因此呢 其實針對這個新加坡夫婦在沙卡蕩步道 以及這個中和礦區還有一名司機 這兩個地方呢 都是今天搜救人員要來重點進行搜索的地方 那第一個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沙卡蕩步道呢 新加坡夫妻他們目前呢 因為家屬認為說他們很有可能出現在這個沙卡蕩步道 怎麼說呢 其實在出發之前 他們就有跟這個家屬表示說 很想要到這個沙卡蕩步道 瀑布這邊來去採點 因此呢 其實家屬也有來到這個指揮所這邊 像搜救隊員表示說 希望他們可以前往這個沙卡蕩步 瀑布這邊來繼續搜索 那其實呢 早上的時候呢 他們針對這個0.5K的地方呢 目前已經出動這個機具呢 是把這些的碎石都已經清理完畢了 目前都沒有發現到他們的綜藝 因此呢 下午也預計要重點搜索 這個1.8K到2.2K的地方 那另外一部分呢 在中和礦區這邊呢 其實稍早呢 經過一個早上的搜索 他們也都沒有看到其他人的 這名司機的身影 但是呢 有聞到一點腐敗的味道 再加上有看到一些蒼蠅出沒 也因此呢 他們後續目前也要 出動這個重機具來繼續進行開挖 那以上呢 是我們現場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